Hello,大家好,我是Alan 最近一直忙,直到今天才完成这个探店视频 我们是5月5日多伦多马拉送后去的Next Store 之前一直想去尝试一下他家的Branch 一直没有逮到机会 这次直接去品尝一下他们的晚餐 他家坐落在Univill老街 老街沿路一大片老房子 就属他家的房子最豪华 但怎么看都像个古仓或者是马厩 剩余餐馆 里面的装修确实别有冬天 西式餐馆风格 但让我这个老钟感到很不错 我们三个人就点了一个餐前点心 三份晚餐主食一起分享 Caramary是我们去西餐馆必点的一道餐前点心 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他们家的用料比较实在 味道也不错 但最吸引人的是那两颗炸得很烂的辣椒 Andy Community Burger 是他家的招牌Burger 热量炸弹 里面的Burger非常多汁美味 但我真不喜欢那个炸得又硬又脆的Bacon 我更喜欢自己家烤箱里烤出来的 表皮略微焦脆 咬一口多汁又嫩的Bacon 但孩子们觉得还不错 Spaghetti Brown Janice 也非常好吃 我对上面的那块炸鸡排无感 好吃的全是涂满了酱的意面 这是我最近吃到的最好吃的意面 比同条街上的另一家要强太多 Charashi Bowl 做得好看又好吃 无论是食材的搭配 调味和摆盘都对口又对眼 我们三都非常喜欢 一般跑完马 我的胃都在半工状态 没有战斗力 所以这几盘菜把我们三就干跑了 这是收据 当然还要加上很多加拿大穷人都怨气冲天的小费 他家的waiter和waitress都非常年轻 服务也非常好 孩子们很喜欢这里 我也觉得偶尔来也还不错 谢谢 本次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